今早开市前见到禁风利业1772 现在升8.9% 有一个消息 公司说与Tesla签署了产品供应合约 由2022至2024年的三年间 将会向Tesla供应电池级的氢氧化利产品 合约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其实见到禁风在公布了业绩之后 其实估计就跌了几天 不过这个消息第一就是向Tesla供应电池 有三年的合约 第二就是Tesla最近的股价就非常亮丽 所以大家都很兴奋 现在就高开了8% 我们的check room都有不少投资者问 第一就是问你怎样看1772 今天有没有得更新 他没有货的他想追入 那你怎样建议他呢 另外也有一个投资者 他就说他拿了银河娱乐 42元买 他说现在不上不落 他说应不应该今天去换1772呢 那你怎样建议这些投资者去对待1772呢 如果你说其实走势来到去看的时候 其实都出了几天阴烛的了 在过去的四个交易日来说 有三天都是阴烛的 都是跟随着大事的表现的 所以现在的关键去看的时候 可能就要去参考10月20号 那天的高位是161元 和现在的150多元的时候 相距就不是很大 所以如果你说现在入货 可能观望两三个交易日的时候 他的股价可以突破到160元收市 那当然可以进一步 就上网175到180元这些位置 但是如果你看到两三天 他都没有突破到160元收市 那股价表现可能已经消化了 刚才的消息了 就没什么力在上了 所以就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应该是沽了去 就会比较适合一些 至于你说一个换马的考虑的时候 因为他本身禁锋利益的基数比较大一些 就算他真的去到160元附近的位置 其实你也没有什么税位就了 相对上来说一些的赌业股 现在来说都是在低位备回 就是下行的风险就会比较低 所以如果你说换马的时候 可以考虑就是减持一半 或者三分一来换禁锋利益 就不应该沽了去买禁锋利益 但是运回禁锋利益 其实刚才听你说的 感觉上你都会觉得 和Tesla签过的合约 未必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或者利好 是否可以这样解读你的看法 其实会是的 因为现在的市益率 已经差不多到60倍的状况 一般来说 这些新铃源汽车股的时候 比较上合适一点的范围 譬如去到30-40倍的市益率 来到吸纳就会比较适合一点 另外一个参考就是在市益率方面 它现在大概是9.5倍左右 但是如果你说对应你上汽车 就是7倍送点 小鹏汽车也是8倍左右 对应比较适合比亚迪的时候 它那个市益率 才是和禁锋利益差不多的状况 按着这个看法 禁锋利益在现价来说 估值也稍微偏高一点 所以稍微让它回落一点 我觉得比较上防守性是高一点 看有没有机会介乎145-150元之间 才能吸纳就会比较好一点